在你的心里觉得 游戏 手机比我重要 在男生的心里 那可能 这是我需要的一个放松的方式 对吧 你没有觉得不爱 但是女生就觉得不被关注了 对吧 但我觉得热恋期的人 做顿饭不应该特开心吗 谁像他一样 还是那句话 又不是你妈 我等你十分钟我也没问题 行 那个我让你开心点 你前女友给你做过饭吗 没有 开心吗 不开心 更伤心了是吧 就是 还有别的吗 姑娘 他还说他工作忙呢 他工作什么时候忙过呀 他上班的时候都秒回我消息 然后下班准点打点走人 从来没有见他下我班过 不是 秒回你消息也不对 他上班他不应该认识上班吗 我觉得他应该为我们的未来努力 他应该好好工作 他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工作 然后下班回答放松 就应该放松 在我的世界里 就是他上班也放松 下班也放松 然后就是躺平 觉得不上进了是吧 对 我上班回答消息是因为 我上班对的电脑 电脑上登的微信 因为那个微信是工作生活一起的 我肯定得登的呀 我登的微信 我肯定就能回答消息啊 根本不能证明 我上班在就是放松啊 我觉得我上班挺累的 这听出来是对男生 现在的工作现状 或者叫职场现状 不太满意是吧 我不是对他的职场不满意 我是对他这个人 对在工作态度不满意 他就是躺平的态度 不像一个 就是刚毕业的年轻的小伙子 应该周气蓬勃 每天积极地面对自己的工作 在我的世界里 他就在每天摸鱼 我觉得没有 他最过分的就是 我觉得他不能陪我 以前跟他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在学校里 他们俩 校园爱情嘛 他就能陪着他前女友去上课 去上自习 然后去参加社团活动 还能去图书馆 轮到我这儿了 就是开始玩手机了 不是 那些穿越时光的景象 你是怎么看见的 你的照片 不是 你好几百张照片 你都翻过了 大致地看了一眼 尤其我记忆力又比较好 这个记忆力好 有时候也不太是好事 那你来干嘛呢 我就想让各位老师 看我们还有没有 走下去的必要 还想让他自己告诉我 到底在不在乎我 我很在乎他 我平常对他 也没有他说的那么错 因为我觉得 很多时候 一年小的东西 他就上纲上线 谈了两年对吧 对 父母知道你们在谈恋爱吗 知道 着急让你们结婚吗 我父母不着急 他父母不着急 因为他工作了 我在上学嘛 我还没上完学呢 现在不实习了吗 还得在网上读呢 你还准备再考 所以这个婚事 你们也没有 放在你们考虑范围之内 对吧 我虽然没有考虑 但我跟他提过 什么叫跟他提过 就我说你愿不愿意 跟我结婚啊 那时候我还有点期待呢 我期待他会说 我肯定跟你结婚 那外边那些男的 不都这样说吗 结果他真是行 他直接来了一句 不婚不遇 我说不婚不遇 是开玩笑 我和他说过很多 然后中间加一句 不婚不遇 他就把这个记住了 我觉得离结婚 还差很远 本身自身的条件 也不满足 起码有房有车吧 我两样都没有 我得先努力赚钱吧 而且他还要 继续往上考 还要去南方上学 太不稳定了 各方面 那在我的世界外里 就是因为你还想 你前女友 他都谈恋一年半了 还发一条微博 怀念他前女友 什么微博 写的什么 又到毕业季了 看到朋友圈里那些 学弟学妹们 发的那些毕业照 我就想起来 我的前女友 可能我表述的 不是那么准确 大致是这意思 你还能记得住原文吗 我能记得住原文 你背一下 我们来感受一下 我把原文都带过来了 能看吗 能看最后 来看一下 我觉得他都没看内容 他就看到前女友三个字 他就特别生气 那祖辰老师你看着 你觉得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我就敢怀一下青春 这我也不太好说 学历差点 我没读懂啥意思 但他为什么非要提 那三个字呢 我觉得 这三个字就是他的逆临 你提都不能提 那我也谈过恋爱 那我跟我前男友 都不知道叫什么名了 我们俩都 那你呢 你是怎么样的 不是 他不是也没联系吗 他虽然没联系 但他老师发现 他前女友的一些东西 甚至还留着 他跟他前女友在一起 就是看着电影票票根 那都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 你还留着呢 哥 你跟你前女友 到底谈了多久 我现在特别好奇 就一年多一点 就按照你现女友的说法 觉得你一辈子 好像也就都搭给你前女友了 在我那儿就是找过去了 然后平时也不关注就行 所以今天你要来这儿 到底要干嘛 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也怪不着前女友 前女友只不过是我俩之间 有一个导火索吧 真正还是因为他不够在乎 我们俩一会儿出去的时候 他连包都不给我提 只要是手机别丢 我丢了都无所谓